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澳洲股市呢是在资源股反弹的帮助之下 终于是扭转了过去三天以来的下跌 截至收盘的时候呢 澳洲基准股市澳洲200是最终上涨了0.48% 收盘时收在了5748点 那其中呢澳洲最大的三个矿业股市 包括了这个币和币托、利托以及FMG 就是福特森三个矿业股均上涨超过了1.5% 但是中国方面的表现则不太进入人意 A股呢曾经在上午的时候一度出现了大跌 连3100点都被打破 虽然是在最后一个小时之内借助着神奇的力量 上海的上证指数呢被拉回到3100点之上 但是深圳和创业板均无能为力 无力回天 最终呢深圳方面是下跌接近于3% 创业板呢更是暴跌至3.6% 至此呢深圳 深圳指数呢现在是跌破了1万点 同时创业板也是创下了过去7个月以来的新低 那在其他方面呢 这个欧洲和美国股市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欧洲三国的整体变化呢 都是控制在0.2%以内 美国方面还出现了大约是0.3%左右的上涨 那么在其他产品上黄金价格昨天创下了过去7周以来的最高价 第二次冲破了1200美元大关 目前是稳定在1202 那么如果黄金第三次再一次冲上 并且创新高1206以上的话呢 将很有可能会继续上扬 另外石油价格目前继续保持在偏低位置52 美国油在52英国油在55的价格不变 那么在另外其他的方面呢 昨天是美国马丁路德基因纪念日 因此呢美国股市停盘一天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呢 我们着正就来说一下的是澳洲现在另一个乃粉股又出7% 以及呢现在的英镑是命悬一线 那我们知道呢 澳洲上周著名的乃粉股 这个贝拉美呢 是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复盘当天下跌超过40% 第二天继续下跌20% 那与之相比的话呢 最近刚刚上市在17年上市的澳洲新的小奶粉股 这个BOBS巴伯斯公司呢 它的股价的走势却在一周之内是暴涨了 接近于四倍 我们知道除了这个贝拉美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以外呢 这个小的这个奶粉公司啊 BOBS小公司 它在今年2017年1月份的月头 正式的以一毛钱的原始价上市 但是呢 仅仅过了四个交易日 它的股价就最高冲到了0.45 也就是说它在一周不到的时间之内呢 新股上市呢 股价是翻了4.5倍 这么大的涨幅之背后呢 其实包含了投资者呢 对其未来的对于进军中国市场的一个美好的期望 我们知道在这个BOBS的这个小奶粉公司里面呢 虽然它的市值不到小小的2500万 但是其股东成分包含了包括像中国的十大富豪刘强东 以及呢 像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的女婿 以及呢 澳洲的七大富豪家族之一等等一些关键显赫人物 均入股此小公司 因此呢 这个奶粉股呢 在上市之初呢 就是以连涨四倍之暴涨呢 来打动了整一个市场 然而好景不长的是呢 自从它到了最高价0.45之后 几乎呢 就是天天下跌 在连跌了十天之后 目前最新的股价已经重新回到了0.20 也就是说 距离上市价格呢 虽然还是有翻一倍 但是对比它在十天之前 最高价曾经的0.45 目前的价格呢 已经跌破超过50% 那么在此呢 其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们想到呢 当是谁在0.45卖出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在上周五 这个公司呢 公布了一个非常令人惊震惊的消息 就是他们的董事长 也就是董事会主席 宣布辞职 这仅仅是在其上市十天之后 董事会主席呢 就宣布辞职 同时呢 他已经披露 在他辞职之前 已经卖出了公司大量的股票 那这一则新闻呢 毫无疑问呢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换句话说呢 就是这个董事长呢 其实已经在 这个公司最高价的时候呢 大量抛售出了手里的股价 而在公司最高价的时候 是谁在接盘 还是散户 也就是说 当别人在卖的时候 当别人在赚钱的时候呢 无辜的散户 这个时候就成了拓盘侠 就成了呢 进场希望能够 撑一把东风的人 很可惜 由于在这个信息不对称 资源不对称的背景之下 绝大部分的大股东 纷纷获利的情况之下呢 散户特别是这种中小散户 却是从0.45的价格呢 接到现在也就是0.2 亏损幅度超过了50% 所以说在这样的 目前的情况下的话呢 你就算钱再多 你如果是这么去玩 这个股票的话呢 毫无疑问 你再多也折腾不起 那另外我们在 说完这个南风股之后呢 再说一下这个外汇方面 重点关注的一个黄金价格 说错是英镑价格 我们知道呢 这个英镑价格在昨天 也就是周一早盘开盘的时候呢 是暴跌接近200个点 其原因呢 毫无疑问 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呢 英国一家报纸媒体披露 英国政府在本周三 也就是在今天晚上 明天凌晨的时候呢 讲话内容可能会偏于 要硬托欧 那什么叫硬托欧呢 我们知道英国在去年6月份呢 继续进行了全民公投 决定要脱离欧盟 但是脱离欧盟的决定 虽然是已经下了 但是如何脱离 却是一个技术性的难关 换句话说 我可以慢慢地谈条件 争取到我的最大利益 这个时候再脱欧 时间呢 也把它拖得越长越好 一降低呢 脱离欧盟对于英国的经济损失 这种方式叫做软托欧 而与之相反的是 另一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硬托欧 换句话说就是英国 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呢 即使牺牲掉 在贸易上 在关税上 在各个方面和欧盟的一些 先期打好的条件 但是它就是为了 斩断和欧盟之间的人口流动 而做出的牺牲 对于这样子的脱欧行为呢 我们称之为叫硬托欧 但是现在根据上周日 英国报纸披露的消息 有可能现在的英国政府呢 会偏向于硬托欧 这样一来对于英国的经济 本身来说 势必将会是雪上加霜 所以这个消息一旦披露出来 我们看到呢 这个英镑的价格走势啊 是在周一一开盘 就暴跌了200个点 目前又创下了32年的新低 这个英镑创下32年的新低 也不知道是在过去半年里面 我们说了多少次 可能说了50次或者100次 反正英镑就是经常创30多年的新低 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 英镑价格目前和美元价格是在过去10年里面 第一次跌破了这个1.20对比美元 如果这个1.20在未来的三天之内守不住 换句话说 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明天凌晨的时候呢 英国政府讲话的时候 它的语风或者话风偏向于是要印脱欧 那毫无疑问的是呢 英镑势必还会继续下跌 那如果英镑继续下跌的话呢 在目前1.1比1.2的情况被跌破之后 之后将很有可能去测试1比1.15 也就是说有500个点的下跌空间 而更有悲观者 例如德意志银行呢 则预测一旦要印脱欧 英镑将很有可能 达到呢1.05对美元的比例 也就是和欧元基本持平 那根据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保险 保守一些的政策呢 我们是跟投资者说 在重大的事件 重大的新闻还没有确定之前 我们尽量呢 不要去提前进场 不要去提前猜测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今天晚上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去触碰英镑对于美元的汇率 以及英镑跟所有货币的之间的 这个交易 我们再看一下英国政府出台的这个政策之后 再做打算 那最后的话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今天晚上澳洲时间8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这个通胀数据 再往晚一点看 大约在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 英国首相就会就就会将就这个脱欧问题 发表讲话 以及呢 到这个澳洲时间 晚上凌晨2点钟 美国的财长也会发表讲话 因此在今晚对于欧元 特别是对于英镑 欧盟里面的英镑来说 这个变化将是无比之巨大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